早晨,今天是11月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我们今早由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聂sir,今早大使有什么事? 临近双十一,我们会看看有没有一些概念股可以留意 另外,万科又有新的消息 大股东有一些动作我们会谈谈 提提大家,今天内地会公布进出口数据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反复靠稳价,三大指数连升第六个交易日 市场憧憬欧美央行最快是春年减息 利好股市的气氛 道指高开31点后,最多升105点 中段一度要倒跌,收市未升34点 收报34,095点 纳指升40点,收报13,518点 标指升7点,收市报4,365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英国股市是靠稳的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是 逆市未跌0.5% 看看焦点美股 苹果反弹1.5% Google、Amazon和Meta都向上 Tesla是先升后跌的 外电报道,公司位于德国柏林附近的厂房 将会生产售价大约25,000欧罗的新款车 加强他们在平价车市场的竞争能力 股价一度涨3% 不过收市要倒跌 以预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要向下 美团阿里和百度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美团折合115.32 阿里折合83.45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逼近60元,折合59.33 友邦和港交所都要比本港收市低 阿泰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跌250点 最新报32,458点 首义综合指数都要向下 跌36点,跌幅超过1% 升来普通股指数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早段都要下跌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昨日一度升穿过18,000点 未能守在18,000点收市 现在港股黑期是向下跌 最新是17,800点左右的水平 跌130点左右 稍后对员盘会和大家跟进 现在先和聶sir谈谈外卫情况 联储局其实上星期公布了议息结果 一如市场预期未有加息 但未有考虑减息 被市场称为暂停 Hawkish Ports 即是一个英式暂停 今星期鲍威尔以至多个联储局官员都会有公开发现 早前十年期的美国债息 由5厘急回到4.5厘 但昨天有一个轻微反弹 上回4.6厘的楼上 美汇最新是靠稳的 美股上星期开始出现了颇急的反弹 后市是否能够继续看好呢? 还有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忧虑 就是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 看完联储局最新的情况 或者看记者会的答案之后 你觉得经济衰退这个忧虑 其实是否暂时可以放在一边? 可以这样说 现在到年底 美股是否可以继续炒呢? 增长是有4.9% 就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我想市场也是有一个惊喜 所以你说经济衰退 现在也不说了 联储局其实在第三季 对于经济增长 在措辞之前是用平稳的 现在就说了更强劲 所以其实已经不会作为这个考虑 但是当经济增长是比较理想的 市场也会关注到 与消费方面有一个关联性 消费强劲也会引伸开虚 可能在物价上 没有之前的预期 会这么容易有一个回落的状况 所以联储局的确有可能会继续加息 只不过利率期货 暂时反映12月 是维持利率不变的机率 是超过八成以上 变成可能就算加息也好 有机会倾向 就会在明年第一季 才会再做 但是相信 都是一个很温和的力度 倾向上都是加四分一 可能是加一次或两次的状况 值得留意 无论是港股或美股 之前的强势倾向上 都是因为债息回落 所以会带动得到 但是也留意 10年期债息 落到大概是4.5厘的位置 已经有个支持了 所以不要想着再会穿4.5厘再下跌 所以变成如果债息可能稍微反弹 譬如逐步上去4.7厘的位置 变成对应港股或美股 倾向上都是受压的 港股已经率先有反应 因为隔晚夜期也跌是120多点 美股方面都可以留意 连升了几天之后 隔晚的升幅明显地减少 所以变成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今晚或明天 都稍微有一个调整的状况 变成如果是这几天 入市的投资者 可能在美股方面 稍微减磅一下 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开图给大家参考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升超过300点 中段一度重上18点 成交突破1000亿 恒指昨天高开249点 最多升373点 高位突破188点 见过18,037点 收市升幅收窄 升302点 收报17,966点 国子升129点 报6,182点 收市升幅2.1% 科子跑营大市 升4% 升161点 收报4098点 重上4000点 重上牛熊分界线流商 大市全日成交1,151亿 看看北水的盘路 连续第8个交易日 绿德正流入 金额缩减到8亿4千万 腾讯持续有北水正流入 金额增加到14亿2千万 美团有4亿 港交所有3亿1千万 中芯有1亿2千万 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 都分别有1亿1千万 北水正流入 静流出方面 跑书大市的中海游 有5亿7千万 北水正流出 中国移动再有北水正出 金额是5亿3千万 另外若名生物也有9千万 跟Thomas聊聊的大市情况 昨天有好表现 一度突破18000点 重上50天线流商 不少红正 昨天那一下就被收回了 不过之后收市 就未能够站稳在18000点 波子升幅较大 重上4000点 和刚才也说到 上级红分界线流商 不过摩根士丹尼最新 引述EPFR的数据 虽然中国政府在10月份 进一步出招支撑经济 但全球基金经理 其实在上个月 仍然大幅沽售中国的股票 主动营多头基金 由中国和香港股票 正流出达到31亿美元 连续第三个月 正流出超过30亿美元 现在看到市况 短期走势上 好像挺好 港股就重上 跳50天线流上 但大摩的数据 又这样说的时候 Thomas 你又会怎样断定后市的走势呢? 其实也没有一个矛盾 基本上我们看到 10月来说 可能是 头三分二的时间 都是出现一个 跌市的情况 所以 有些外资 沽货也是合理 去到10月街的尾声才弹 特别是 去到最近三个交易日 升势比较明显 不过这个已经踏入了11月的状况 所以 整体方面来说 10月有一个 正流出 是可以理解的 可能 未来11月 你看回数据 就会变回 转头有个正流入 因为看到 港股出现了 一个 反弹的状况 但是也要留意 在7月以来的时候 即严格来说 7月31日 恒指见了下半年的高位 继而 一直反复向下 有两次的反弹状况 一次是8月下旬 另外一次是10月初的时间 两次的反弹幅度 大概介乎1000点到1200点的位置 如果今次我们去看的时候 10月底的位置 大概是17,100点 升1000点 都是大概18,000点 松一点 如果你说去到1200点 可能就会去到18,300 大概是10月12日 那个高位的位置 倾向上来说 都是一些技术性反弹的状况 再加上 Wendy提提提我们 昨天18,000点是得而复失的 收市位时 不能守护到18,000点 所以 如果 今天 我想也是有个挑战 因为始终的夜期表现 一般的 如果今天也不能守护到18,000点 可能有个心理准备 落到17,500点 来到一个整固的状况 暂时去看 我相信今次的升势未完 可能稍微调整之后 又再有点反弹的状况 但是力度来说 可能暂时 未必是足够 对上两次大市成交金额的提升 大概是500亿 对应今次来说 起点大概是700亿 就是10月底的时间 加500亿就是1200几亿 与昨天 轻松的亿都非常接近 如果摆脱不到1200亿 这个成交额的状况 可能今次来说 升势有机会去到18,300 已经没力了 这方面 可能变了现在 不适宜太进取入市 倾向上来说 让它回到17,500 都有靠稳的迹象 先考虑部署应该会好一点 对港股 对恒子的后市 其实Thomas的语气 都很明显是15分 但是其实看到昨天 科子明显跑赢大市 而且他不止升穿 50天线 是牛熊分界线 250天线 科子又能不能够看得乐观一点 或者部署上能不能够进取一点 其实看回美股的状况 都已经反映了 近期来说 美股的科技股的升势 都比较强一点 但是 隔夜我们也看到ADR 刚才Wendy报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数只科技股都跌超过1% 所以 稍微有一个回吐的压力 所以今天来说 倾向上 可能也是有点偏远的压力 但是 也是跟恒子是一样的 稍微有一些调整之后 也会有力来再上 所以再配合11月的时候 也有很多大型科技股 公布的业绩 我相信 利好的机会 也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暂时来说 科技股应该倾向 都可以是看高一线的 基本上来说 看看会不会有利好消息 配合的一些股份 近日来说 网易、快售和bilibili 比较上强势 至于大型科技股 我相信暂时追落后 就可以留意一下京东 好 稍后 京东双十一概念 我们稍后和Thomas详细谈 现在想和你谈谈一个万货线 2020年 昨天 其实是下午4点 即是香港收市后 他召开了一个线上会议 看一些报章头条都说到 即是b答的头条 就说获国资的股东 是罕有出面力支持的 其中深圳国资委就强调 万货其实现在没有一个财务风险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出手应对 另外另一个大股东 就是深铁集团 也说到 为了注入流动性 可以承接万货在深圳的部分城市更新项目 预计交易金额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 买入万货的债券 去提振市场的信心 据报 昨天这个万货交流会 有超过150间 境内外的主要金融机构 和资金方去参与 万货早前出现了一个 股债相杀的情况 但昨天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都说4点才开会 但在交易时段 其实万货的股价都升了7% 恒大急升1.5% 荣创都升了1.1% 旭辉升了20% 个别的内房企业 其实上日有数据 其中碧桂园 头10个月累计交付46万套房 全日的股价升7% 雅居落 头10个月预售金额 其实按年出现了超过三成的下跌 但股价都照升9% 大型内房企业向上 但升幅较小 中海外和华润置地 升2%-3% 好了 今次看到的情况就是 获取一些大的名字 以及有一个国家背景的资金方 说到是力撑 无论是方向上 以及资金上 有一个好100亿名字的确实的金额 能不能够解读做 部分内房企业已经迎来了一个曙光 因为始终近几天 港股是升的 所以内房有一个反弹 亦都可以理解 但是负面消息仍然有在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恒大 之前应该是聆讯的 但是现在推迟了 去到12月的上旬 法官都撒脾气 这个问题就是法官已经说了 今次最后一次来退期 即是说在12月 我想市场的关注 就是会不会官已经立即有一定的判决 心理有准备就是会说 还是可能稍微推迟一点点 都是一月就已经会出过一个裁决 到底会不会清官 还是会不太继续 就是会不会的 如果你是记者